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呼呼介绍到并行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870期的节目 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 SS86号这个系列里头的 The Last Class的大黄蜂 虽然是86大电影 但是大家已经把86电影跟G1 几乎画上一个等号 至少对我这种电影系入坑的人来说 差不多就是个意思 SS86大黄蜂我们可以说 是属于非MP级 或者我们称为是 平民级的大黄蜂当中 问鼎最强的候选人之一 那么先前以金龟车形象 然后体型大小 又跟其他的Deluxe等级 要来的小 就是符合大黄蜂在G1形象的玩具的话 我手边的话 其实只有两款 这个是网飞版本的大黄蜂 这个玩具一度在台湾 炒到了原价的三倍的价格 台币要超过2000块钱 才能够买得到 后来也没有波动 我不太记得了 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呢 是有一段时间它突然出现了 台币大概999左右 但还是比原价贵的 这个情况下我去收到的 那这两个玩具的话呢 会是问鼎最强的两个 其实好像也没几个 这种金龟车造型的大黄蜂 我记得印象也是不多的 那这两个到底是谁好谁坏呢 其实我直接下个定论 如果是我要投票的话 我可能会给这一款SS86大黄蜂 它会些些少许的胜出 那具体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就以颜色来讲 我必须要说这一款网飞的这个鹅黄色 我真的觉得好看非常的多 而且它的一个巨大的一个优势 就是它的身上 你看这个地方 都不是球形关节 身上大量的这种 比较高级的这种制作的一个成本 而SS86呢 巨大的球关肯定会造成它松弛的 而且一波手上这一款 这个已经有一点点松了 那配备的武器的话呢 它只是一个巨大的火炮 不过呢 这个是来自于它投摸的这个 Crew Jumper 飞过山呢 所遗留下的东西 这个在变形上车子的时候呢 是把它拆解之后塞到底盘去的 而除了鹅黄色之外 它的这个黑色的部件 也比SS86来讲的话呢 要感觉高档了很多 甚至可以这样子说吧 这两个放在一起 你可能会一度的觉得 嗯 86它类似于是一个地摊货的感觉 对了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透明的车窗部分 这个也是这一款 网飞版本胜出很多的理由 但是呢 86呢 为什么我会如此的 觉得它OK呢 是因为第一 它的脚底板 缩的比较小 虽然说脚底板大 有利于战力 但是你这个也未免太大了 这个可能是来自于 它原本的基础模具 是飞过山 飞过山的那个是一个 Muscle Car的一个车型 所以它的这个车头的这个部分 这里留下的一个遗传基因嘛 可能脚底板就会略大一点 而我们这款86的一个脚底板 虽然也大 但是呢 站的也够稳 那整体来说是非常之不错的 脚底 脚底的话呢 有这个连接的这个两个部件 这样子把它给扣上去 形成它的一个脚底板 那这个轮胎呢 看上去呢 好像在侧边 但其实呢 它不太会去影响到 它的下面的这个地板 这个板子的话呢 可以让我们呢 轮胎是不太会碰到地面了 那它身上的话 它有一个问题 就像这个色差 黄色本身就有色差 再加上这里 经常出现的一种 大红封的模具呢 会出现柠檬黄 就是因为它在黑色的零件上 涂黄色的漆 但是呢 压不过去 导致于这种状况出现 好 说了这么多 但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点 就它的变形非常的流畅 那我们的稍微就看一下 它的一个细节吧 它这个脸的话 做的有一点点的大冰脸 而且是一个 这个脸应该是保持一点点笑容吧 是不是 你有没有在笑啊 你回答我一下啊 那么手臂的平转 360度的转动 二头肌可以转动 手肘的话呢 刚好是卡一个90度 拳头的话是可以转动的 腰身也是可以转动脚 前后侧踢啊 完全没有任何的阻碍 这个的话呢 膝盖是在这个位置 但中间的话呢 由于变形的时候呢 它是把整个腿呢 多段的塞到这个小腿 这个脚底板里头去 所以它有很多的一个关节 那么后面的话呢 可以看到它没有一个被拆啊 这个行情侦差 居然没有被拆啊 那我们来进行它的变形过程了啊 首先的话呢 把这个胸口给打开 然后呢 单纯的把这个大黄蜂的头呢 这个地方是单独分出来的 这个设计来讲的话 应该是要算扣分 因为它等于是一个连接感的一个设计啊 这么这么这么样挑剔一下 不知道各位认不认同啊 然后呢 整个部件呢 可以往上挑起来 挑起来之后的话呢 将胳膊的话呢 往上这里 后面的部件翻出来 然后呢 直接往上翻上去 到这里 这个部件可以往上推起来 到这边 推起来之后的话呢 里面就有空间 把头给收进去了 那这个时候 再把两手做一个合并 然后呢 这里手臂啊 有一个L型的一个折法 刚好可以折进来 然后呢 把这个后面的部件呢 直接的 直接的透过这个地方 往下一格 往上面推一下啊 这样就进来了 真的是非常的流畅啊 这样就进来了 非常的流畅啊 然后呢 把这个后面这个脚底板 这个地方打开 推到侧边 收拿到内部 这个部件往内推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啊 先把这里给打开 推到侧边 收到脚底板去 这个部件收进来 然后呢 这个地方的两腿的话呢 如果各位愿意的话吧 就先将它做一个 简单的合并 然后再来就怎么样 把它给挤压进去啦 那这个地方有一个 2 hour 这里要扣进去 这里要稍微对准一下啊 只要把腰身转准就行了 然后呢 利用这里面的多重管理 你只需要把它往内部折进来 啊 那这样就行了 那这个变形的话呢 就不可不畏之 非常的流畅了啊 那这个就是我们SS86大黄蜂的一个人变成车的一个变形过程啊 我们把这个武器给放上去啊 那你就马上可以享受到它一个非常流畅的一个推车了 那不管怎么说啊 官方的玩具呢 就是这么样的有它的把揽的乐趣了啊 你看这个推车啊 多么的流畅对不对 它的这个打了毛钉以后的效果就是非常的明显了啊 那手臂啊 这根脚位置都在底部 那这样盖起来可以说是几乎是非常完美的一个收纳 AutoBall的标志呢 也有车顶跟引擎盖上两个 这个造型的话呢 真的要说它的毛病就是 我觉得吧 只是这个挡风玻璃 它比较可惜啊 不是透明部件 那相较于先前的网飞的版本的话呢 这一款的车型呢 比较短 那到底哪一个比较还原这个 大家自己比对动画了啊 而这款玩具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优点 应该是说比较突出的地方 就是它的这个轮子前后轮的大小做的不一样啊 这一点的话呢 很多大汪风的玩具的话呢 是没有去兼顾到这一点的 所以这是属于它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加分的项目 后面的话呢 车尾灯也是有做一个点缀涂装的 车型态的另外一个毛病就是 我刚刚提了一下 就是没有没有备胎啦 这一点可能比较可惜 不过整体来说的话呢 它的变形的流畅呢 可以说是剧烈强大的加分 相比较之下 网飞版本的变形呢 已经突然觉得它有一点啰嗦 当时觉得它的变形已经够精简了 但是跟这一款86相比的话呢 又变成是二段般的感觉了啊 那整体来说 这款玩具还是非常适合购录的啊 带在身上的啊 所以是拿出来把玩一下 绝对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的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